火线话题来看到 中国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亚太十五伯在昨天完成签署 外界担忧台湾可能会成为经贸孤儿 更被指说是经济策略失败 对此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东协目前与其他国家的FTA 原本开放程度就有在九成左右 对台湾在东协市场本身影响不大 短期的影响程度仍低 他更反问 如果要用接受一个中国九二共识交换 加入RCEP 民众能够接受吗 中国联手亚太共十五国 打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十五日正式成行 涵盖约二十亿人口 经济总量高达二十六兆美元 占全球三成GDP 堪称世界最大超级经济圈 但台湾被排除在外 这个不叫失败 我们如果要遵守九二共识 遵守一国两制 才能够加入国际线 我们的国人可以接受吗 但RCEP整体关税费率高达九十一% 卡在两岸因素 台湾企业恐面临关税壁垒 产业界分析包括石化 防制上游工具机 等三大产业影响最大 也成为立法院咨询重点 无法外移的工厂就面临关场 可怜的是谁 是我们基层的劳工 我们民间业者的整个信心快要崩溃了 细看品项的时候 其实中国在广资的部分 他其实也没有降税 所以我们担心的呢 中国其实他也担心 王美华强调 这次中日韩互相开放品项 降税幅度低 对台湾短期影响程度也不高 但就怕在地产业撑不住面临外移危机 也承诺两周内召开座谈会 我们不会用补贴 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补助的部分 这一条走不通 我们当然要去走另外的路 所以跟美国的深化合作 跟追求CPTP的加入 经济部紧急应变 从经贸边缘人危机中找出路 谢谢张宇全力卫城 台报道